柯文哲想要從這裡 去把綠營的票拉回來 所以他講出說 我的內心還是深綠 你動作支持台灣 這些台牌 都會暫時失憶就對了 你要看這次 部分區又提名陳昭之 特朗啦 確定啦 柯文哲搞台獨的 我們自己的啦 你是動作我們都失憶就對了 那個組織人直接跟他講 說王毅川有跟黃國昌下贊帖 題目叫說白色是容易髒 比較容易髒的顏色 主席你怎麼看 然後他就說白色當然 沾到東西都比較容易看到 但是那個茉莉的 如果坡那個 就比較不容易看到 他講這句話的之前 不到12個小時 他說他是生理 王毅川你加入民眾黨 然後不幫民眾黨背書 然後柯文哲也不能幫 黃毅川背書 那你為什麼要加入啊 這樣的一個結合 就純粹是利益的結合 不過快了 國昌老師快了 我們快要見面了 那個黃國昌一定會說 嗯 那賴清德為什麼不解釋 民進黨的黑金 先解釋民進黨的黑金啊 為什麼要解釋 柯文哲跟李全教的黑金 逃避 黃國昌老師 你們中南部的什麼 什麼工業材 你們家的 跟家裡的家裡 有進入正義嗎 那他絕對會說 那是我岳父的事 選舉有必要選到這樣嘛 不不不就開始亂說你知道嗎 所以喔 你跟他講的李全教 他絕對說 會叫他沒關係啦 柯文哲說的話真的 三天兩天都不一樣 那我先請教逸川哥 他鄉鄉 因為其實他昨天接受的這個專訪 還算蠻多元的 那他呢 去 你可以觀察 他去比較偏藍的台 他可能講的就是偏藍的話 他昨天去一個 他可能自認為偏綠的台 所以他講的話又不一樣了 他說什麼呢 他說外交政策會維持 小英總統的路線 那兩岸會表達這個和善的意思 軍事方面會堅定發展 台灣的自衛的能力 那他說他因為沒有台獨黨 剛的包袱 外交處理可以更加的靈活 我的內心本質還是深綠的 你評斷一下 你覺得他的內心本質是深綠的嗎 柯文哲說過蔡總統的四個堅持 是廢話 這是柯文哲說的 說蔡總統說的兩岸關係 國際上的關係 台灣是有四個堅持 台灣是主權杜立的國家 台灣加中國府不理事 這些堅持 柯文哲說廢話 所以他現在要堅持 做廢話路線還是怎麼樣 柯文哲的這個人 以前有人說他是平冷 平冷有青也有效 裡面夾紅灰跟白灰 外面看起來是青色的 沾下去撥出來撥是紅色的 這就是人說他叫檳榔科 第二種有人說他是蝦子 蝦子有綠色的也有藍鑽聲 所以看起來是藍的綠的 可是水一趟下去都是紅的 所以有人說他是檳榔 也有人說他是蝦子 變來變去 他為什麼會有這麼大的轉變 過去這幾兩年 他怎麼不會蔡英文總統所領導的 這個中華民國政府 怎麼會這樣行政他的這個官員 他藍營的全都歸隊了嘛 我們看這個民調就看得出來嘛 這藍營的民調就說這個 侯友的民調大概就這個數字了 就30上下 從這個分手以後 對這個軍樂會分手以後 侯友的民調其實也沒什麼變化 就30 31 那賴清德就往上 柯文哲就往下 柯文哲就認為說 啊 原來我掉下去了全部跑去 賴清德那裡 所以他想要把這一條綠色的線 往下 這一條他的線要往上拉 他的目的是這樣 所以他希望把綠色的選民拉過來 從這一次的民調看到 柯文哲在20到29歲 大學以上學歷跟中間選民 全部的票通通掉了 那這部分賴清德有 就這三個賴清德有生了 侯友宜也有生 就通通只有柯文哲掉 所以柯文哲想要從這裡 去把綠營的票拉回來 所以他講出說 我的內心還是深綠的 你動作支持台灣 這些台牌 都會暫時失憶就對了 都會湧湧失去記憶 想說對啦 柯文哲2014年 真的都深綠的啦 那一個台大醫院的急診室 兩三間的自由時報投書 都會罵郭民動 這真的深綠的 不對啦 你要看這道 柯文哲又提名陳昭之 特董啦 咳定啦 柯文哲搞台獨的 我們自己的啦 我們自己的啦 你是動作的 我都失憶就對了 這幾年你怎麼罵民進黨政府 怎麼罵蔡英文的 這個兩岸的路線 國家的路線 他為什麼要去簽那六點共識 有共啊 他說因為他雖然討厭國民黨 可是更討厭民進黨啊 對啊 所以這個 到最後柯文哲跟 早上幕僚那個 那個 他就說嘛 說這個叫渣男嘛 就是很渣 跟他過兒子說劈腿劈 很開拿 他想要兩邊全部抓 藍綠兩邊全部抓 就兩邊全部都失去 因為 兩邊全部都越開越開 你知道嗎 他的腳就整個劈掉了 所以柯文哲 接下來 柯文哲他去想那個 說這樣之後 他會去打拼 民眾黨的慣性就這樣 他就撿那一片 然後呢就傳給比較綠色的看 然後呢 他又回頭講兩岸立家青的時候 又撿那一塊給藍色的看 他以為大家資訊都沒有在流通 所以他現在講這些話 其實深藍的 並不會買單 這柯文哲你錯了 因為 對深綠 對深綠人來說 對這台派的人說 早會把你看出來了 不可能你這樣說這樣 人的票會跑去你那裡 柯文哲他在參加 一個叫做什麼 鄉民大學問錄影的時候 然後就問到他 那請問一下嘛 那白色是不是比較容易髒的顏色呢 他說白色當然是有張東西在上面 容易被看到 反而是墨綠怎麼潑 不會被看到 我就覺得要文雅一點 稍微幫他消音 然後 他說明朗是比較耐髒的顏色 不是什麼台獨就可以貪污 理直氣壯胡搞小搞 這個後面又是他自己多的這個論述 那白色有髒東西容易被看見 可是他們不是只有髒東西而已 我們之前聊什麼十二門圖 什麼民眾堂 那個都已經超越白色上面沾了一點小芝麻 一點小黑芝麻那種東西 已經倒進去了 我們台語說已經倒進去 已經不是一頂管 今天這個活動是那個主持人 直接跟他講喔 說王毅川有跟黃國昌下贊帖 題目叫做白色是比較容易髒的顏色 主席你怎麼看 然後他就說白色當然沾到東西都比較容易看到 但是那個墨綠的喔 如果潑那個喔 就比較不容易看到 他講這句話的之前不到十二個小時 他說他是生綠 他說他是生綠啦 所以他的意思就是說喔 我是生綠 我是墨綠 所以呢我們比較耐張啦 所以我們那扒起來喔 其實你都看不見 今天黃國昌有公佈他跟這個柯文哲那個協議嘛 對 那個協議有點像什麼你知道嗎 有點像兩個人去一起租一個樓層啦 大家都是都是套房的那一種大學生四個人租一間的那一種 你知道那個協議裡頭幾個很有趣的文字 他不斷的重複喔 他說我們彼此尊重 我們不介入 我們不多言 彼此不代表彼此發言 我們都互信 我們都理解 這什麼意思 就毫無背書啦 那黃國昌你加入民眾黨 然後不幫民眾黨背書 然後柯文哲也不能幫黃國昌背書 那你為什麼要加入啊 對不對 你的鑑定是什麼 你就是聚集人家 鑑定就是利益的結合啊 對 利益的結合 就是說這裡有三個房間 大家就會來組一個人分五千塊 一個概念嘛 我的生活你不要管 你的生活也管 我帶你朋友回來 你不能去通報嘛 就這個概念而已嘛 那這樣的一個結合 就純粹是利益的結合 所以今天的主持人在問柯文哲 這家台人柯文哲 其實他不知道怎麼贏 因為他有說過 他不能代表黃國昌 回答這個問題 不過快了 國昌老師快了 我們快要見面了 但是逸川哥 有在補充請教一個部分 因為就是說 黃國昌說不介入不什麼不什麼 可是他有講到說 如果柯文哲他去支持 表態支持李全教的話 對 他沒辦法接受喔 他會公開批評喔 講說奇怪 我明明就有看過柯文哲跟李全教 同台有沒有 然後呢 那個情景是這樣 中間隔了一個 那個南聖宮的黨宿長 對不對 黨宿長 一邊是柯文哲 一邊是李全教 把柯文哲化功動算 然後柯文哲就說 你沒有把李全教說動算啊 所以又舉起來嘛 這樣子黃國昌看不見了 我幫國昌老師回答這一題 因為國昌老師跟柯文哲簽的裡面 有一個叫做 要拒絕黑金 要建立年齡政府 要居住正義 這個黑金啊 要拒絕黑金這件事情 跟他講五李全教 可是那個黃國昌一定會說 嗯 那賴清德為什麼不解釋民進黨的黑金 先解釋民進黨的黑金啊 為什麼要解釋柯文哲跟李全教的黑金 逃避 這第一 第二呢 他說要建立聯盟政府 那你就問他說 那高宏安呢 高宏安呢 高宏安這個貪污罪助理費 被起訴耶 國昌老師就說高宏安 高宏安我加入民眾黨的時候 這是他之前的事啊 他當新竹市長有貪污嗎 他現在是新竹市長 不要講那個立委的事啊 民進黨 你們有連冷嗎 你們多少人被起訴 請來清德先回答 那你可以這樣講嗎 第三個居住正義 你就說 黃國昌老師 你們中男爸的什麼 什麼工業債 你們到的工家家家 有居住正義嗎 他絕對會說 那是我岳父的事 選舉有必要選到最後嘛 不不不不就開始亂講 你知道嗎 所以喔 你剛剛說的李全教 他絕對說 他教他沒有關係啦 而且呢 要回到你知道 我剛剛講喔 他們彼此尊重 不介入 對 不多言 不代表對方發言 彼此有互信 彼此互相理解 所以他可能可以理解 柯文哲跟李全教站台的事情 他不是說要公開批評嗎 你標準不可以這樣啦